各位觀眾 齊哥達哥 其他這一家 來幫各位介紹一下 Minecraft光影包 Minecraft的光影包教學 最簡單最快速的教學 一樣在這個遊戲上 用我們這個軟體跟各位觀眾朋友 就個解釋 如何讓你的光影包可以安裝成功 最新的10U版 用我們這個 Multimcu 去安裝我們的最新1.15.2的光影包 如何讓你的光影包可以產生 這樣子的雲的效果 太陽的效果 還有我們的水的效果 各位觀眾可以看一下 水中的效果 之前有跟各位朋友交過了 很多朋友說看不懂 又不留言說為什麼看不懂 我在直播這邊直接用說明的 如果有興趣有了解 都可以在底下做留言 那就可以直接跟你做個解說 第一個 首先我們要打開它的網頁 待會我會貼在它的位置底下 光影包必須要裝它這個模組 下載之後 網路上很多在教 下載之後 1.15勒 沒有1.15在這邊 預覽版 我們先把它用成英文的 因為我們的Google會翻譯 按這個 點下去就有這個 1.15.2 這個版本 下載 完成就有這個檔案出現 PREVIE 這個檔案 各位觀眾朋友 稍微看一下 PREVIE 這個1.15.2的這個 跟 模組的一個功能很像 因為你如果不知道這個東西 你一定搞不懂 一定會剉掉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上次講的 光影包的一個地方 目前使用這個光影包還蠻不錯 因為這是免費的 那如果要費用的話 可能玩家就要去花台幣 花台幣去購買 那一樣下載之後 這邊有分1.27版 上次是1.26 這是1.27 那下載的話 你可以去分 你要玩哪個版本 當然是越底下越高檔 那你要看你的顯卡 能不能吃得它的這個力量 下載完成 一樣有這個檔案 SILDURS 這個就是光影包的一個材質包 我們講的光影包的材質包 類似材質包 那很多玩家會想不懂 奇怪 那什麼包什麼包 聽不懂沒關係 我們一樣用傻瓜軟體 幫各位觀眾做個光影的測試 OK 這邊的話新增實力 我們這邊打1.15.2 好不好 我們隨便找一個 那版本用最新版 OK 那它就會有一個遊戲產生了 那點兩下之後呢 它就會啟動遊戲 我們做個過程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不想看的人可以快播 到時候 從看的時候也可以去快播 大過去 因為現在直播希望說 有些觀眾不懂的話 可以上線來問 問我們才能跟他講 那OK 我先把後面這個先關掉 先把這個光影包已經安裝好的 先把它關掉 先把這個遊戲關掉 我們不要雙開 讓我的電腦吃力一次更重 那第一次打開遊戲 我們都會建議玩家 先把語言調整 台灣 那1.15版現在更新很快 不像之前會卡很久 那再來顯示設定 把這個介面用小一點 這樣你才可以看到的 內容有沒有光影包 有沒有 這邊沒有光影包 還沒有光影包 對不對 那一樣我們先離開遊戲之後 打開我們的傻瓜包 按右鍵 編輯實力這邊 版本 去選右邊的forge 我拉在中間一點 這邊有個安裝forge 一樣找最新版本 或是星星版本 我剛剛是用星星的 星星是建議是很多人在用的 OK forge裝好了之後 一樣啟 啟動遊戲 讓它跑一下安裝forge 那安裝好forge 玩家一定會想說 那光影包怎麼啟動 因為光影包沒有目錄 它沒有這個目錄 SHADERPACKS的這個目錄 那我們首先 先讓它啟動 各位玩家可以啟動之後 左下角這邊已經顯示 forge 3 1.2 那這邊minecraft 1.15.2版 以載入流模組 OK我們就離開遊戲 那玩家一定想說奇怪 那我下載的這個模組 光影包的模組怎麼丟 哈哈就是這邊 拉進來丟進去 你看一下我的這個 剛剛光影測試的一樣 我們按編輯實力 這邊都可以看得到 有沒有模組包 丟到我們的以載入模組 因為很多玩家一定會聽不懂 它的概念 其實很多就是一個觀念而已 你知道想得通就很好用了吧 這個按右鍵丟進來 或按左鍵丟進來就OK 那是不是啟動模組 好OK那我們就再啟動一次遊戲 好各位朋友 你可以稍微去注意看一下 我們現在啟動這個模組的時候 它在左下角就會顯示 它這個模組的一個啟動 好那minecraft 它最新版的 它自己本身就會帶入一些模組 所以有些玩家會想 欸奇怪我明明沒有裝 為什麼會有兩個模組呢 那是它內部設定的一個模組 好那OK那進入minecraft 這個遊戲之後可以看一下左下角這邊 它會又新增了一項功能出來 有沒有看到 Forge的 還有這個minecraft 還有mcp等等的模組 那我們一樣按選項 顯示設定 有沒有光影就出現了 我們剛介面大小的時候 是沒有光影包可以設定 進去看奇怪為什麼是空的呢 因為我還沒有把光影包丟進去 那遊戲不用登出喔 不用登出喔 記得一樣在控制台這邊 星宇我們剛看的一個 1.15的光影包 那這邊有個1.152 我們剛用的嘛 那你可以開啟它的資料夾 開啟資料夾的話 各位觀眾朋友可以 可以放大一點來這邊看 這邊就多了一個 shaderbsks 這就是光影包的一個材料的地方 那我們就是把光影包的東西 一樣複製貼上 貼上了喔 那在我們剛剛設定那個目錄裡面 好OK那我們進入遊戲喔 各位觀眾可以看一下 光影包就出現了 就這麼簡單 那你要說有沒有成功呢 OK我們再來試試看 1.152 那我們建立新的世界 一樣用創造 因為創造我們才能去展示 給各位觀眾朋友去看 那明天晚上好 那我也希望說有的玩家 多看我的直播 可以在線上直接給你做回饋 你們才會知道說 奇怪為什麼安裝不行 奇怪為什麼不能用 奇怪我什麼東西 怎麼了怎麼了 那未來我在直播的時候 線上玩家都隨時可以來這邊 我們做一個討論 也可以順便跟你做教學做分享 各位朋友可以看一下 目前是在叢林地帶 OK我們就跑一下有水的地方 那看到了沒 這樹葉都是一般的樹葉 雲 方方快快的 水 就這樣子 那我們ES7 那已經安裝好了 我們就選擇顯示 亮度先不要動 一樣光影包 好這是最新的 因為我電腦可以跑到1.27.1XTREF 點下去它會自動去安裝光影包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是用這個最新版本 等一下好像是用這個吧 反正自己去考量 試試看 如果你的電腦跑不動 就拉低接一點 完成之後 就按完成 各位觀眾可以看一下 按完成 這就是水 這就是樹葉 上面的雲 各位觀眾朋友 這就是光影包 安裝完成了 不要再玩家就說 我今天不知道怎麼裝 不知道怎麼用 麻煩 訂閱 點讚 點分享 齊哥 生活 養肥遊戲 每天晚上都會做直播 那如果玩家有任何問題 不懂的話 歡迎直接到線上這邊去問 我可以馬上跟你教導 你如何去使用這個 1.15.2 光影包 那未來如果還要裝什麼呢 麻煩玩家在底下留言 那 遊戲搶匪 就會盡量在線上 跟各位觀眾朋友做個說明 那記得 喜歡 訂閱 點讚 點分享喔 那什麼要問呢 就在底下做留言喔 那今天直播到這邊喔 OK 掰掰